雖然疫情趨緩逐漸恢復正常生活 不過疫情期間造成經濟衰退 也影響弱勢脆弱家庭和民眾的生活 基隆市果菜市場自治管理委員會 看見民眾的需求 特地捐贈30萬元 給基隆市政府社會救助金專戶運用 寄落福寧 也受到小愛爸爸基隆市長 謝國良的肯定和感謝 因為疫情期間 所謂這個敦金木屬這個環境 這樣會有一點結疑 然後就是我們這一屆委員會 大家決議要把這個文獻巷 捐給我們社會處 讓它土球運用 把這個上播這個正能量 讓這個疫情期間 因為這個疫情期間 很多家庭都受到疫苗 希望社會處能夠 運用這筆善款 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家庭 今天又特別捐贈30萬 來救助弱勢家庭 所以今天 國良小愛爸爸要代表市府 要來跟簡主委 還有我們所有的好朋友 來表示感謝 謝謝大家在這個 這個 這個還略有寒意的天氣當中 給了我們一個滿滿的溫暖 給了弱勢朋友一個很大的鼓勵 市長謝國良進一步表示 這筆錢將用在照顧本事的脆弱家庭 包括兒少服務 主要照顧者突然遇到疾難 家庭福利身份異動 居住弱勢和困境 以及非自願性失業等問題 亦住資源到真正需要幫助的家庭 共同打造有愛的城市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道 謝謝大家